我們剛剛講到離子固執 打入了深度的Channel Infect 因為離子固執達到輕體內部後 受到的碰撞主要分為Nucleus stopping 跟Nucleus stopping 那越輕的越小顆的離子呢 它主要是Nucleus stopping為主 Nucleus stopping比較少 因為越輕的代表什麼樣呢 你在碰到原子核之前等 它們你們 度射靈子跟原子核之間 鋪的作用力就已經讓它彈射掉了 就讓它轉向掉了 所以比較輕的呢 它不容易完全跟原子核產生 完全的飛響性碰撞 所以它會 它能量損耗比較少 所以它會打比較深 越重的呢 就打得越表面 而且越重的 所謂的重跟輕 說出來就是原子核的大跟小 那也就是怎樣呢 原子的大顆跟小顆 越輕的原子核就越小顆 越重的直直就越大顆 越大顆就越容易跟原子核產生碰撞 或者是說 在發生碰撞的時候呢 你的固倫重力 固倫重 越大顆 越大顆越容易超原子核前進 已經你用你光顧的重力把它偏彈掉了 等它變彈的角度就比較小 使得它大顆的重力還是可以撞進到原子核 使得原子核移位造成比較大的損害區域 比較輕的就會大顆比較深一點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所以大家要知道 離子核這種掺雜技術部分 真就是個破壞性事情 因為打進去它就會產生金格破壞 因為它會產生碰撞 所以離子核只打進去這些黑色的離子核 它會將原來的金格原子打亂去掉 打亂掉 那打亂掉要怎樣修復呢 就需要加熱這層頭的熱隊 使用高溫 在高溫的過程中呢 讓這些亂去的原子 獲得熱能 重新的回到化學能最低的位置 也就是金格點的位置 讓它慢慢的重新排好 最後排列完全 所以金格的修復很重要 離子負責之後金格的修復很重要 好這個步驟就稱之為退伍 或者叫做參雜物的活化 因為參雜物要能夠發揮 Donner或Ossenta 它要形成Donner或Ossenta的作用 它就必須行在位置 它的位置就必須處於金格點上面 才可以釋放出電子或電動出來 所以它需要活化樂回覆 那才能夠重新的排列整齊 所以金格的修復很重要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了 因為需要加熱讓它修復金格 在加熱的過程中 Donner也會繼續擴散 請問講到過 擴散也會發生 所以基本上 在半島米製成技術來講 我們希望用民主主持 達到我們想要打的深入 但是我們希望減少它的擴散 你讓它擴散不明顯 可是又希望金格修復好 最後得到的結論是什麼呢 我們希望熱退火的時候 給它的能量很高 讓它可以修復 修復原金格 但是希望它的時間很短 使得讓它短時間內就可以修復好 而又不至於讓都很擴散太多 所以就發明了快速熱退火 而這個快速熱火 一般的這個快速聲音 快速聲音甚至還不夠 後來還發明了所謂的雷射退火 甚至現在還有微波退火 利用麥波微波來做 退火的動作 就一連串的退火技術 就被霸彈出來 所以離子負質技術 跟熱對火技術 都有持續的在發展中 不是那麼簡單又很包圍 你經過了好幾個時代的發展 所以如果你一直不只大火的時候 你的退火是使用傳統的高溫度過退火的話 即使你一直不只大火就在這裡 高溫一熱退火之後 哇它會擴散擴散 既往下擴散又完成之後這樣擴散 可是如果你是直接快速熱退火 Ready thermal process的話 它就不太會擴散 它擴散一點點而已 擴散一點點而已 所以快速熱退火很重要 快速熱退火很重要 在現在的氣力電路紙層技術來講 幾乎都是使用快速熱頓 同時快速熱頓的好處就是什麼呢 時間短 所以輸入部會比較多 對亞洲來講的消息輸入比較多 那這是一個離子負質的基塔 首先我們需要有一個 產生電漿的槍移 這個我們在前一個章節 電漿系列都介紹過了 我們希望有一個Pasma Generator 在這裡產生電漿 什麼是電漿 考試考過 還有等量正負電荷的離子器 以及許多中性的分子或粒子 之前帶電荷量不會都有 還有中性粒子 而且我先不講過 九成九都是中性的 有離子化的那個游離率不放幾% 所以電漿大部分是中性粒子 中性分子喔 只有極少部分的是離子化跟電子 離子化之後呢 產生的離子化 中性器在電漿槍裡面 經過R power產生離子之後 離子載電荷 所以就可以利用直流電壓 給它變長 把這個離子給抽出來 那裡面可能產生很多種各式各樣的離子 甚至其實同一種元素的離子 它可能還會有所謂的同位數 同位數 所謂同位數怎麼呢 我的元素是一樣的 但是我的代電荷量可能是不同的 我的價格量是不同的 所以變成說 我抽出來的離子 我還希望去一步的純化 純化什麼呢 我只想要抽出特定 代電荷量的離子種類出來的話 我就要加一個磁場 那這個磁場呢 可以導致什麼呢 外面有一個硬體 這個硬體有個旋轉弧度 我給的磁場 你可以控制 它的回轉半徑要符合我這個環境 我可以施加磁場 施加磁場 施加磁場可以針對特定的離子 它的赫磁力 去做彎曲的角度控制 所以我利用這個磁鐵呢 可以只抽出我想要的離子出來 如果不是符合我給它的磁場的 其他種類的赫磁磁的元素呢 它的回轉半徑就不會大 是這個靜體管的半徑 它可能半徑比較小 很快就轉下來 或是半徑比較大 來不及轉彎就轉到半徑 真正能夠完全跟空中轉下來 只有特定赫磁力的元素 我藉由控制這個來純化我的離子源 所以離子源轉出來的 離子化進入了純化 純化之後呢 接著開始使用什麼 加速 開始加速 我一定要給它施加多少能量 讓它達到多少的深度 就用這邊控制 而離子加速進去之後呢 這時候很注意一些事情 離子本身代電 如果你的離子數代電 它代電的故事是為了怎樣呢 第一個 我們之所以離子好會是因為 它可以藉由電廠萃取出 又可以藉由純化它 再用電廠加速 加速完之後呢 打到金融表面就會造成一件事情 離子都代電控制 金融是電動性的 離子打到金融表面 那這就會讓金融表面 呈現代電狀態 呈現代電狀態就會造成什麼呢 如果我打正電和打到金融表面 表面就有正電的離子 那我後續的離子再打下來的時候呢 就會有排斥的效果 它等於會讓這個離子去減速 甚至會排斥掉 再來就是什麼呢 金融就不再是中心 它有代理電 你去拿它的時候 可能會出鏈 你知道你沒有拿過 所以基本上我也一直不只打進去 我加速加速完之後呢 我就不再需要它的名字 為什麼呢 之所以離子的好東西 因為我可以 存取出來 可以給它加速 又可以儲化它 可是都已經加速完 要是到金融表面之前 它的離子性對我來說有沒有用 所以 當離子要打到金融表面之前呢 會故意打入一堆的大量電子 綜合它的電性 使得最後打進去的離子 變成不代電的離子 變成不代電的離子 所以離子數最後要打進金融表面之前呢 就盡量的讓它電性中和 輸入一大堆的電子 去把它的正點二元 綜合掉之後呢 使得打進去的就不是離子了 打進去就變成中性的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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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個電漿移住系統 這裡要產生一堆的電子進來 中可文的離子數 中文離子數的代電量 那接著可文就刮了很多的章題 講一個一個去描述每個東西 那這東西其實這樣對我來說很重要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說 你會看到整個槍裡呢 一個一個來拆解 首先就是最左上角的離子圓 那離子圓的槍體結構就是 電漿系統的長者已經介紹過 它可以是一個提醒版的結構 可以含ECR 可以含ICT 有很多種做法 可以用ECR的做法之類的 那萃取系統就是直接給它一個電子 給它施加電材 使得電漿裡面的離子 受到變長的加速打出來 萃取出來 那萃取出來之後呢 接著 植補儀使用不同的磁場 讓離子數產生不同的迴轉半徑 只有符合我要求的二次比的離子 才能夠符合我陰體的迴轉半徑 除了哪 否則其他的全部都會被破滅了 被擋住了 迴轉半徑不對的全部都會被擋下來 發射了出去 只有正確二次比的元素 才能夠通過這個縫隙出來 這就是純化它 因為迴轉 旋轉半徑子 和彈電徑子的二次比有關 這就是制服一 所以你看 即使是銅 銅那個離子之後 還有分10架跟11架 那還有BF 還有BF2 你會看到 我要 我要讓半徑子參雜變成 P型半徑子 要打三組元素 三組元素 我打的總類就可以分 我可以打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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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差別是什麼 他們差別在 BF2比B的原子量 或分子量來打 BF2又可以打 所以指的在同樣能量的情況下 你使用原子量 越多的元素 它打的就可以越淺 它就可以打得越淺 因為一棒的能量打得很淺 就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離子從離子元 產生經過萃取電子射出來 再經過製服一純化出來之後 接著就是要加速 加速就是要給它能量 讓它搭到我們想要的 入射能量 而這入射能量取決於 我們想要將離子固執的深度 如果要固執的越增 能量就要越大 所以這一個後段加速就是 為了要控制它的出生能量 那離子數的電流大小 是不是用什麼呢 液電控制 我出來離子數很大K 但是我又怕 如果今天我要參考的濃度比較慢 我除了讓時間縮短之外 還有一個什麼呢 我讓離子數的insize少一點 小一點 這樣電流就會低一點 電流低一點的話 就可以比較小 電子數的電流就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可以用液電來阻擋它的電流 那能量的話 可以用加速電機來控制 所以離子數在射出來之後呢 接著 接著的這個呢 有部分的離子數只會再加一個電機 因為離子帶有電荷量 一般來講 我們希望射出來的離子數 就直接拿晶圓 可是我們在萃取過程中 離子在出來的過程中 它可能遠帶著部分的中性原子出外 因為一堆離子數在出來之後 我們前面講過 店家圓裡面有很多的中性離子跟中性分子 你在把店家萃取出來的過程中 店家或換油的過程中 它也可能會碰碰出一些 中性分子裡一起帶出來的 我在把離子再叫出來的過程中 離子在我換碼的過程中 可能以時間把中性分子裡面撞出來 所以要進一步的過濾 怎麼過濾呢 不見得有這一步 但有的會用這一步怎麼那麼多 再加一個拼壓電機 使得呢 給它一個吸引力 讓離子數收到這裡的 電位吸引得很完整 然後最後今天也放在這邊 這只是在做什麼呢 在更近一步的存化而已 這個步驟是更近一步的存化 那就要看你的離子部自己 有沒有做這件事情 你當然也可以在前面的制度裡 就做好存化 不見得在這一步存化 只是它只告訴你說 有的會在做這一個步驟 但是根據我剛剛的分析圖裡面 基本上純化在這步驟就已經做完了 只是你還要再做第二步的存化 就看你的機台設計 然後你口袋很深入 你也沒有錢 因為離子部子其實很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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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要這個 電二重性化系統 就是我講的 離子部子 如果你直接使用離子 打到晶圓的話 就讓晶圓帶進電 晶圓就會帶電 晶圓帶電的話 後續要出入的離子能就會不均 就會受到同性像赤的作用力來講 那同時呢 晶圓表面上累積電二 晶圓上面在做元件的時候 都會有許多的捲層 捲層如果大家累積電二累積多了 它就可能會發生崩潰 很容易造成捲層的滅亡 所以我都不希望帶電離子達到晶圓表面 所以都希望怎樣呢 將這個帶電效應消除 就是要讓這個離子部子給電子核中性 就是我前面講的 在達到離子之前呢 如果離子表面已經有一堆的正離子 在這邊 後續的離子都被排斥到後兩邊大 它就會不均勻 離子部子就會不均勻 離子部子就會不均勻 離子的晶圓會準備集業核 所以怎麼辦呢 離子數要達到晶圓表面之前 我產生一大堆的電子出來 把電子出過去跟離子產生綜合 最後達到晶圓表面的就不再是離子 而是重性的分子或重性的原子進去 所以我們就利用加熱分絲 加熱分絲熱油裡許多的電子出來 然後再產生電降 裝出更多的電子 然後再把電子吸引出來 電子就直接打出來之後 就是綜合的離子數 綜合離子數 這只是為了讓離子給綜合而已 要將機能的帶電效應 降低的無力而已 那還有什麼辦法可以產生這些電子呢 利用加熱分絲 然後加速電廠 讓電子射出來 打到一個金屬碼 就會撞出二次電子 然後大量的二次電子來綜合離子數 這只是另外一種做法 要綜合的電加需要大量的電子 大量電子怎麼產生呢 剛剛那個絲衣服用的是電加 那這個絲衣服用的是什麼呢 利用二次電子 也就是陸射電子打到金屬碼才不要 然後撞出新的電子 這種新的電子就叫二次電子 所謂的二次電子就是被撞出來的電子 射出來電子一次電子 撞到要進去把它打出來電子 叫做二次電子 利用這種方法 就是另外一種產生電子的功能 好 那金屬碼數理器 就從我們前面講過的 離子不值的機台內部 晶圓放到裡面之後呢 我們為了要讓離子不值的都要均勻 基本上整個晶圓系統 它可以公轉也可以自轉 這我前面就講到了 這只是在告訴你而已 但是拿出來告訴我 然後這就是離子數 離子數打進來之後呢 金屬碼其實就是這樣一條一條的掃 一條一條的掃 然後金屬碼會移動 金屬碼會移動 會去掃 最後就不止整片金屬碼 一條一條的掃過它 然後呢 接著的東西就比較沒那麼重要了 這東西不太重要 這個 這個 這個不理它 那整個離子不值的機制 還有它的機台介紹 講完之後呢 接著來講離子不值整個製程當中 我們最主要的三個問題就是 第一個 你要掺雜什麼東西 是根據你離子的種類 種決定 這個廢話 我想掺雜三組元素就拿 Boro離子 五組元素就拿 0離子或是生離子 那深度由誰決定 離子的能量 那濃度呢 是離子的電流跟時間的成績 同樣的時間內 你的離子電流越大 當然打進去的離子酸會越多 或者是同樣的離子電流 時間越差 打進去也會越多 所以最後就是這兩個的成績 來決定 度子積聚的離子數量有多少 差大濃度有多少 那 我們就舉了一些例 要打到 imprint的地方呢 如果直接打的是 soft strength pmos的soft strength 打的是 boro 那打的能量可能是多少 可能是0.4kE 可能是2kE 濃度可能是1.15 可能是3.15 講這些呢 只是告訴你一般常用的狀況 但是我們在學制程 知道可能也可以了 因為最後要有什麼條件 case by case 因為未來各位可能不是做電瓶 可能是做其他種類的 雲件 會用到離子固執 你只要去找你適合的 生物分容度 調變蠻蟲的能量 分容度就可以了 這地方是不是給各位一個採討 看到沒有 整個電瓶的離子固執非常多 我們先講過 一個晶圓買來 晶圓在拉進的過程中 本身就有參加 這我們在拉進的章節也講過 晶圓在製造過程中 在拉進的時候呢 就同時把參加能度放進去 拉進出來呢 最多是用的是P-type晶圓 P-type晶圓來的時候 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可以拿來賣了嗎 為了追求電競體製作的這段時間 完全沒有缺陷 perfect 所以矽晶圓表面還會有一層 累晶層 這也在晶圓製造的過程中介紹 累晶層做完之後呢 今天要做的元件之前呢 我們要先做出元件跟元源之間的 絕緣層 STI 這我們先沒有介紹過 形成STI STI做完之後呢 今天我要在矽晶圓表面 我同時要做N-mort-spec跟P-mort-spec N-mort-spec需要的基板是P型基板 P-mort-spec需要的基板是N型基板 但是我的基板是有單一種類 怎麼辦呢 我就故意形成局部的P型的 位置 英文叫做位置 就叫做P型的參加起來 N型的參加起來 好 這目的是這樣子 來 這部分牽扯到部分的支撐整個 我把它講完這一點 基本上你一直不知道 重點剛剛已經介紹完了 它現在已經在講應用 所以我們在討論 它這一方面基本上可以先跳過 不然已經講到這裡 搞不好可以接觸 因為重點部分已經講了 來 一般現在 現在所講的製程都叫做C-mort-spec 或叫做C-mort-spec 最簡單的 數位電路最重要的 這個基板叫做 反向器 inverter inverter 這是input 這是output 這是一個N-mort-spec 這是一個P-mort-spec 所以我們希望 希望在一個經典上面 同時有製作N型版 N型Mort-spec 跟P型Mort-spec 而N-mort-spec 顧名思義 它是什麼呢 它的色罪是N 而基板呢 是P P基板 而對P-mort-spec而言呢 我的售罪是P 而我的基板是N 可是我前面講過 我經緣買來 只有單一種殘障 比如說P好了 這是拉筋拉出來的 然後呢 我還要再AP一層 雷晶層 AP的PEC 它跟它的差別是什麼 它可能排的更漂亮 如果一隻眼睛很漂亮 它兩個都一樣 只是在累積的過程中 我們一開始在講 晶圓製造的時候 累積的話 我還可以同時 改變殘障濃度 跟改變種類 所以這裡也可以殘障 我要除了它的殘障濃度 或是我要不同的 我這裡也可以改成P-m 也可以改成N 都可以 看 好 不管怎麼樣 整片晶圓基本上都是同一種態 要嘛就是整片的P-mort-spec 要嘛就是整片的分派 好 然後呢 那在做原件之前呢 我們前面講過 要先做 isolation 而isolation 在加密製程的時候 有介紹過 最早的isolation叫做 VR5 isolation 直接就是一個熱氧化成 然後把原件 區域獨立 吃出來 而已 那後來呢 在點35製程 以前用的是什麼 Locos 我們在加密製程 介紹過Locos 局部氧化成 到點25之後 就用什麼 STI Shallow Change Isolation 就是直接故意怎樣呢 挖凹槽 舔R3 挖凹槽 舔R3 挖凹槽 舔R3 這樣就可以隔絕 原件跟原件之間隔絕要求 可是呢 我如果要做 p mode 我如果要做n mode 我需要p mode 我需要p mode 我需要n sub 可是我全部都是p slic 怎麼辦呢 我就故意直接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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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將整個區域 利用離子固域 直接讓這個區域的 一臺子肯 全部離子固域 變成什麼 變成n 臺子肯 這個就稱之為 n位 就是 n的位 我故意這裡形成 n臺 的位 就是我打離子固域 進去然後熱 熱退我之後呢 整區都變成n等 然後呢 同樣的道理 雖然這裡是p 但是如果 跟我要的濃度不同 假設這個要的是 1116 這個如果只有1114 那怎麼辦 我同樣的道理 我也給它一臺子固域 我可以把它改更濃 我可以把 直接大成什麼呢 直接大成一個p位 也就是我獨立可以控制 這裡的濃度 跟這裡的濃度 我可以打到我自己的濃度 我可以打到我自己的濃度 打完之後呢 再來繼續做雲件 所以 第一個 你能看到離子固域 就是做什麼呢 來 Wayle Wayle本身就需要離子固域 Wayle做完之後呢 第二個離子固域會看到了什麼 隨修Voltage的離子固域 因為MOSBREAD隨修Voltage 根據客戶的需求不同 你需要製造不同的隨修Voltage 的電電器 而隨修Voltage怎麼充製呢 可以靠通道下的散打濃度 MOSBREAD的通道濃度 會影響到MOSBREAD隨修Voltage 所以會有一個離子固域 這個參雜濃度 這裡的參雜濃度 可以影響到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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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表面還會再大一個 VT input VT input VT input 會大一個VT input 來挑變VT VT input VT打完之後呢 接著 接著 겁니다 prin 再加點多晶系的雜集 多晶系雜集發生之後呢 對於PMOSFAY而言呢 我希望我的GATE是P型的Holy GATE 因為我放學才會這樣 NMOSFAY希望是N型的多晶系 PMOSFAY希望是P型多晶系 所以這時候P的雜集會打波羅 把它變成P型的半導體 而NMOSFAY的雜集希望是N型半導體 那一般而言可以成績一個無殘雜的多晶系 然後這邊打波羅這邊打個SFAY 那你也可以這樣呢 我成長直接堆一點一個N型多晶系 然後再故意這邊把它打很能的波羅 把它打成P型的半導體 但一般不會這樣做的 一般都是成績沒殘雜的半導體 然後呢 再額外掺納波羅跟波羅 因為如果這個N已經更濃了 你這個波羅要比它的波羅更濃的波羅才行 那你就要打P型球 你也一直不只可能要打P型球 好打完之後呢 而雜體時刻出來之後呢 鍵著要做什麼呢 Salt-Drain Imprint 所以Salt-Drain會想要打一顆 所以對P型MOSFAY而言也要打P型MOSFAY的Salt-Drain 對N來講也要打N型的Salt-Drain 而N型的Salt-Drain打完之後呢 Salt-Drain又分兩個步驟 第一個叫做LVD 第二個步驟叫做DipSalt-Drain 這是為了原件的電特性影響 為了原件的轉通道效率影響 為了它的熱質的效率影響 受罪分這兩部分的 好 所有的半導體製程 它為什麼都沒有長這個形狀 都是為了原件的電特性的考量 所以 要去懂原件物 你才會知道它為什麼當作 它不懂的那沒關係 你知道不了解為什麼 因為它為了要改善它的熱載質效應 跟改善它的轉通道效應 我們沒辦法開成搭很濃的Salt-Drain 我們必須先打一個淡的Salt-Drain 一切 然後再打一個深的Salt-Drain 來降低串的鏈子 好 變這樣 懂原件的人就知道了 懂原件的人就不太知道了 好 無所謂 好 接著之後呢 在過段製程現在都該用清楚了 就比較沒有離子複製了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半導體裡面 離子複製用在什麼地方 Wale-Incrant VT-Incrant Salt-Drain的LTP-Incrant Salt-Drain的N-Plus-P-Plus-Incrant 至少有這四種 那這四種呢 又有分 有N 有P 所以至少要 8以上的離子複製 至少 更不要講 機體建築的原件要才分有 Io原件 Core原件 那他們應該要另外一張 分開大 那原大一盒次數會更多 所以一個機體建築大一盒 基本上非常多大 十一二十大都有可能 我看一下還有其實離子複製特別要強調介紹 因為其他都滿滿可能 我們講完離子複製的技術原理 後面都在講大一盒複製 講大一盒複製 講大一盒複製 我會覺得 那個不是 那個就要看每個人的用途 因為這本課本主要講的 一盒複製的技術 是基地建築製造的技術 你製造西摸是被委員在講解 但是呢 他直接介紹這個複製 又不告訴你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複製 但變成完全奇怪 為什麼要買 他全部都是有目的 但他不告訴你 只是說有這個複製 你看了也不見得會把 你不知道 他說要打那就懶 所以這時候是看這個 沒有太大的 好 污染這樣子多好的 好 嚴格說起來 後面我都覺得 還好 不是非常的 重要 好 離死不死就降到這邊 離死不死就降到這邊 就夠了 對 離死不死講到8.3就夠了 8.4以後 是屬於天應用的部分 離死不死章節8.4以後 就在講各種步驟 也就是在講製程 在講應用 可是在講應用的過程中 你根本不曉得 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講這些應用 基本上是四倍一半 你必須要了解 為什麼這個原器要做這個步驟 好 可是前面只要說這個應用是什麼 而怎麼應用 原件不同 想法不同 另用回不同 好 還有原理的部分 80到803就夠 好 好 所以 離死不死 它其實就是電降介紹完之後 告訴你它離死化當中 離死不死 那離子 電降系統 產生離子 還有其他的可能 有 在10顆 所以呢 我們加入之後 建造就是10顆 10顆 10顆 我們前面講過 在現在自己電路 48Marcho裡面來講 微笑化的任務當中 非常關鍵 最容易被人家拉出來 變得大 一個就是微 一個就是10顆 因為他們的成果是肉眼 可以看到的 就可以肉眼 就可以看到 說你有沒有 製作出 我要夜間離死裝出來 所以基本上是很難狡辯的 兩個部門 做不好就是 一看就知道怎麼好 所以要小心點 好 來 10顆步驟 什麼叫10顆 10顆就是 將金圓表面的材料 給移除 就叫10顆 把它移除掉了 所以 10顆就是 移除金圓表面的材料 這個步驟就叫10顆 那 10顆呢 又可以分為 圖案化10顆 除非圖案化10顆 只有局部的材料要被移除 並不是全面材料的移除 全面材料的移除 叫做整片10顆 而只有在特定區域 材料的移除叫做圖案化10顆 所以10顆又可以分為 整片的10顆 跟局部的圖案化10顆 分這兩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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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早期呢 早期辦到你剛發展的時候 那時候的10顆 基本上全部都是使用 濕式10顆 所謂濕式10顆 就是你10顆的原材料是 你就是容易 你10顆用的化學料 你10顆用的原材料 是液體的 這個我們稱之為 濕式10顆 那如果你的原材料 是用氣體的 就叫乾濕式10顆 比如說電降 電降通的原材料是氣體 把它離子化之後呢 它會產生出離子 可以發生痛狀 痛狀可以由物理攻擊 可以 把材料給移除到表面 再來是什麼呢 產生自由氣 產生自由氣 產生自由氣在上面 有很強的化學活性 然後呢 產生化學反應 跟氣溫表面 產生化學反應 如果反應出來 副場就是氣體 那就是個移除過程 所以 10顆根據化學藥品 可以分為濕式跟乾濕 濕式就是容易 乾濕就是氣體 但是氣體要得到10顆 它就必須要產生電降 因為電降才產生 通緝的離子 以及化學反應的自由氣 就需要這兩種 而缺點是什麼呢 施式時刻是等下性時刻 所以光主在這邊 可是在時刻的過程中 它四面八方都會想要去時刻 因為施式時刻會化成容易的話 它四面八方都會想要時刻 因為施式時刻就是純化學時刻 純化學時刻 那該是10顆的話 它同時可以有化學時刻 跟物理時刻 化學時刻號就是自由氣 物理時刻號就是離子的同性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將離子定義一下 一般我們講10顆 H 我們可以根據原材料 可以分別定義成什麼呢 一個叫V-H 一種叫做Dry-H 所謂的V-H指的是什麼呢 它的10顆原材料是E 是Solution 是化學容易 Dry-H呢 代表它的原材料是什麼 是氣質 是Gas 那Gas要講哪有10顆的效果 需要把它打成電漿 而且是不是用到電漿裡面的什麼呢 用到電漿裡面的Iron Dry-H 離子跟自由氣 所以10顆基本上 通常可以聽人家講到 有施式時刻 該是10顆 那施式跟該式的差別在乎 你的原材料是用水容易 還是用氣體 就好像洗手有沒有 有該洗手 施式洗手 施式洗手 施式就直接這樣 海水然後 泡泡 乾洗手就這樣 酒精直接啪 規發掉氣體 好 10顆可以分為 該式跟施式顆 那又可以根據什麼呢 根據機制 又可以再分為什麼 分為物理石科 跟化學石科兩種 以及綜合物理石科跟化學石科得到的 所謂的物理石科就是什麼呢 就是物理通極 利用通極 將材料給移除的步驟 這稱之為物理石科 最標準的 最經典的天使 就是說我們用阿達 阿達靈子去烘材料 阿達就墮性氣體 他用大哥去烘擊 基本表面的時候 他可以將基本表面的原子給打掉 給撞擊掉 那就是物理石科 化學石科靠的是什麼呢 化學反應 並且產生什麼呢 產生氣化的複產物 或就是水溶液的複產物 他靠著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 化學反應 產生氣化的 或者是可以溶解於水的複產物 他靠著化學反應 如果是水溶液 他就是產生出溶解於水的 或溶解於屁體的複產物 那如果是氣體的話 他就是怎樣呢 產生氣態的複產物 總之就是要讓複產物 只要不是固態的 就可以從固態表面給提出 那RI指的是什麼呢 結合物理加化學 所以整個石科的類型呢 根據名詞 根據原材料 可以分為 施式石科化學石科 而根據反應機制 也就是移除機制 石科就是這種移除 這個移除或是 如果是純粹轟擊的 就叫物理石科 另外化學反應的 純化學反應就叫化學石科 那同時兩個反應 都有結合的話 就叫反應式離子石科 這個了解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來開始 仔細的去介紹 我們遇到的石碑分打其中 因為半導體裡面所用到的材料 不萬物分為大幾大類 半導體製程當中 尤其是氣體電鋪製程當中 我們要石科移除的材料 不萬物分為幾大類 三大類 第一個是什麼呢 半導體製料 第二個 第二個 絕緣層材料 第三個 金屬材料 第三個 金屬材料 整個MIRR3層當中 我們要做石科 就是材料移除嗎 移除的對象 可以分為半導體 絕緣層跟金屬 其中半導體 有誰 有Silicon 有Jomanian 而它又可以分為什麼呢 可以分為單金的Silicon 或者是多金的Silicon 絕緣層主要有誰 阿塞 Nitron 主要就是這兩種 半導體裡面 參與的絕緣層 在二十八蛋里以前 其實就只有兩種絕緣層 要不然就是阿塞 要不然就是Nitron 要不然就是什麼呢 阿斯 Nitron 同時有 有氧有氮 半導體是只有細氧 或者是還有整 又根據金像 它可以分為單金跟多金 絕緣層 就是阿塞Nitron 或是阿塞Nitron 金屬有什麼呢 金屬可能有鋁 可能有鋰 可能有鈦 可能有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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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的半導體 也有體驗 也有體驗 之類的 大就是這些 所以這個章節第九章 就會在講什麼呢 先根據石刻的種類 做了描述之後 接著去每一項 每一項目的去介紹它 再別人在這層面 怎麼適合它的 好我們這邊休息一下